真正击垮人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,而是头脑中的灾难化的想法。 俗话说嘴有多毒,命就有多苦,真的不无道理。 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催眠,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。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那些老对别人说自己身体不好的人,身体大概率会越变越差。 为什么?第一,为了让别人相信你,同情你,你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身体的难受程度。 第二,说多了,大脑会特别留意这种难受的症状,从而让你变得更加敏感。 这种敏感会反过来刺激大脑,让你的大脑对这种难受的感觉加深。 最后,你的身体真的会更难受,用专业术语,这就叫做躯体化反应。 你嘴上说的,就是你的人生。 叶圣桃先生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,叶老先生有失眠症,需要长期服用药物。 他自己也知道,要吃多了会有依赖性,于是想戒掉。 但是要一停,他就必定失眠,还是彻夜难眠的那种,于是次次都断药失败。 他的夫人看他如此痛苦,想到一个办法,把安眠药偷偷换成维生素片。 没想到,叶老先生吃完,也能睡得着。 原来,他需要的不是药,而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暗示。 这种现象,早在1968年,就被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·莫顿发现了,命名为自证预言,就是我们说什么,相信什么,未来就有可能发生什么。 所以,尽量不要说,烦死了,累死了,玩了这种话,叫穷,卖惨,把自己的疾病,苦难跟别人讲,不仅会被人轻视,而且越讲越走不出来。 如果你遇事总说那么拼命干什么,自己给自己找罪受,那你会满足于现状,事情也不会变好。 相反,如果你换个说法,不算事,问题不大,可以搞定,一切都会好的,那么你会全力以赴,所有难题会一步步迎刃而解。 要记住,语言是有力量的,就像小王子中的那句话,世界上最有征服力的武器是语言,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跌入谷底,也可以让一个人重振精神。 语言有能量,也是一种心理暗示,持续地说积极的话,慢慢行动也会积极起来。 对自己说一句,我很好吧,与过去的不好和解,你将会越来越顺,你的念力就是你的命运。 巧用语言和念力,就如同拥有超能力,完全可以过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,因为用不同的语言和心态面对同一个问题。 结果会有天壤之别。 1979年,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朗格做过一个名为时空胶囊的实验。 他的团队将一个地方恢复成了二十年前的样子,让十六位曾经生活在此。 如今已七八十岁的老人回来居住,这些老人都是由家人送过来的,他们大多行动不便。 老太隆中,老人们被随机分成两组。 其中,甲族老人被明确要求要真的把自己当成年轻了二十岁的人来看待。 七天之后,神奇的事发生了,参与实验的所有老人的视力、听力、记忆力、体力都有了明显改善。 甲族老人整体改善幅度更大,有人甚至打起了橄榄球,智力检测得分也更高。 子女见到他们荣光焕发的样子都觉得不可思议。 朗格通过这一系列实验,得出结论,人的心与身之间,意念与躯体之间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。 这就是念力的力量,保持正向的念力,不是为了刻意美化人生,而是提醒自己不要沉沦在逆境里。 哪怕一个人穿梭于黑夜,也请一路歌唱,抬头看看满天的星光,人生真正的强大,是让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。 有这样一句话流传甚广,不要经常说自己身体不好,脑子不行,命不好等等。 这不是谦虚,这是自证预言,不要经常说别人不好,批评别人,首先不能让自己变好,其次也会制造不必要的对立,给自己没事找事,对此深表认同。 而自证预言之所以会发生,原因无外乎两点。 一是你的期望会影响动机,你预想了一个坏结果,那么你做这件事的动机就会减弱。 二是你的期望会影响你的关注点,一旦你的关注点放在消极的方面,那事情肯定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 很多时候,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本身,而是我们对这件事的认知。 所以,如果你想要更好的生活,就不要把辛苦和怨气挂在脸上,而是要让生活看到最好的你,也不要到处诉苦以求别人的同情与怜悯。 就算装,也要装出一副我很好的样子,与其哭丧着脸,让人一眼看穿你的慌张,窘迫,不如让生活知道,你可不好欺负。 道圣和夫说,人这一生,就是自己头脑中思维的产物,以凡事发生,皆有利于我为心法,为咒语,为意念,凡事发生,皆有利于我。 一定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,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,来源,视觉中国,最后说回我们的身体。 如果身体真的出现了问题,靠念力肯定不行,及时就医,该吃药吃药,但是你也要调整好心态,多跟自己说,我没事,我很快就好了,小毛病,不怕不怕,所谓心之所想,极为其人,凡事都往好处想,不断给自己加油打气,事情自然会朝着理想的方向稳步前进。 愿你顺送时期,时时吉祥,秋随东西,时时健康,尊重个人隐私。 在当今信息时代,个人隐私显得尤为重要,将健康状况告知不必要的人,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,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安全隐患,避免过度关注。 当人们知道我们的健康问题时,他们可能会对我们过分关注,甚至过度照顾。 这种过度关注可能会使我们感到不舒服和无助,增加我们的心理负担,避免传递负面情绪,与他人分享健康问题时。 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担忧,沮丧等负面情绪,这种情绪可能会影响到与我们交流的人,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困扰,管理预期。 如果我们到处跟人说自己的健康状况,可能会让他人对我们的预期过高,认为我们应该得到特殊的照顾或同情,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压力和不公平。 避免误导他人,有时候,我们对健康问题的描述可能不够准确或客观,导致他人对我们的问题产生误解或误导,这可能会影响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态度。 那么,如果我们的身体状况不佳,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? 以下是一些建议与信任的人分享。 如果你觉得需要倾诉或寻求支持,可以选择与信任的朋友,家人或医生分享你的健康问题,这些人可以给予你实际的帮助和支持,同时保护你的隐私,寻求专业帮助。 如果你需要专业的医疗建议和支持,建议寻求医生的帮助,医生可以为你提供专业的治疗和建议,同时保护你的隐私,保持积极心态,身体状况不加实。 保持积极的心态尤为重要,尝试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来缓解压力,提高心情,例如进行适度的运动,阅读,听音乐等,尊重他人隐私。 即使我们自己选择分享健康信息,也应该尊重他人的隐私,不要轻易询问他人的健康状况或过度关注他人的私人生活,避免传播不实信息。 对于一些不准确的健康信息或谣言,我们应该避免传播,传播不实信息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。 总之,身体状况属于个人隐私,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何时,何地以及与谁分享这一信息。 当我们身体状况不佳时,谨慎地选择与谁分享健康信息是明智之举,这样做可以保护我们的隐私。 避免不必要的关注和负面情绪,管理他人对我们的预期,避免误导他人以及保持积极的心态。 如果我们需要支持和帮助,可以选择与信任的人分享,寻求专业帮助或保持积极的心态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人的隐私并避免传播不实信息。